和高中时代的女神成为同事 送她回家遇见她的妈妈 那我不那么说你能回来吗 哎呀妈我还得上班呢 你下次能不能不要这样 我知道你忙 这次妈不是有正经事吗 什么事 你知道咱们村里原来有个礼书吧 她儿子可出去了 现在可挣大钱了 正好她没对象 我合计咱们相里相亲的 然后还知根知底 过几天我安排你俩见了面 然后你们俩接手接手了解了解 妈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那不行啊 人家财礼给三十万呢 谁来去谁去 反正我不去 你必须得去 我都跟人说好了 再说了 人家有的事情 那你要是嫁过去 吃香的喝辣的 你这辈子可掉虎堆里了 再说你弟弟现在这么大了 婚房到现在买不上 接不上婚 你要盼着打一辈子光不让 如果那边财礼要是过来的话 那我首付这钱不就够了吗 妈 我现在还租房住呢 那你嫁过去不就我房子了吗 我是不会去的 你这孩子不好赖不吃啊 要不是你忘了 反正啊 我正大岁手 我能活几年的 将来不得你们姐弟俩相依为命吗 我和你给你嫁好人家 将来你也能帮衬帮衬你弟弟 我这精打细算的为你们铺路 怎么就我还错了 那李叔他儿子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 他三十岁了 你两次问的事你绝可不提 他前两天离婚的时候 被他打成什么样 你现在让我嫁过去 不就拿我的命换钱吗 那人不是都能变的吗 再说了 反正你要不去的话呀 我就上你公司去闹 反正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也不怕丢人现眼 行 你去闹吧 让别人都看看 拿自己的规矩换钱的人找什么样 和高中女神成为同事 他母亲在公司大闹一场 小女子马上就要到了 今天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我告诉你东西我都搭给了 你要不去的话 我今天就住在公司 我就不走了 妈我跟你说 多少次了 我算不用你管 你说是什么话 你是我女儿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这么多年 我供你吃供你喝 供你穿供你住 你说不去不去 我告诉你啊 我是你妈你建议跟我的 哎呀妈 有了好日子 你真是怎么不掉过去 姐 你说什么话 啊 这一遇时的日子 你不过 你在这套公司上班 你还跟我哭求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样 我当时就应该把你掐死 我后子的女人等就弄死我 你 哎呀阿姨阿姨 怎么又是你啊 啊我一边这样 我家事你别管啊 没事吧 没事 你现在走吧 你以为我愿意管你的事了啊 要不是你爸 这么多年了 你除了拿我爸去压我 你还有别的招数吗 你既然这么恨我 你就打死我算了 你还在这奖金 给我车锋什么 反正面都是你给的 你先上回去 姐你 我先把妈送过去 我先把妈送过去 拿到你了 我车说油脂 你先把妈送过去 我解释了 你再来